谢谢刘主任 总台央广记者提问 今年呢大家对粮食安全问题都很关心 那么请问今年粮食的生产供应形势怎么样 有什么特点 而农业农村部对2021年的粮食生产有什么考虑和安排 谢谢 这个问题请有权同志回答 谢谢你 关注整个粮食的生产供应情况 今年呢 粮食生产形势比较好 全年粮食面积呢 达到了17.52亿亩 比上年增加1056万亩 扭转了连续四年下滑的石头 中产量呢 达到13390亿斤 13390亿斤 比上年呢 增加113亿斤 创历史新高 连续六年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 主要特点呢 一是三斤粮食 集集增产 夏粮早稻 秋粮分别增产24亿斤 20亿斤 67亿斤 二是呢 富大作物 三蒸一瓶 稻谷小麦大豆分别增产 45亿斤 13亿斤和30亿斤 玉米产量呢 持平略显 但仍然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三是呢 丰收来之不易 今年粮食生产呢 先后攻克了 新冠肺炎疫情 南方洪涝 北方干旱 东北三次台风 以及病重害影响等几道难关 可以说啊 是抗灾夺得的丰收 粮食年年丰收 今年呢 又高位增产 供需总量基本平衡 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 达到了480公斤左右 高于400公斤的 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稻谷小麦 两大口粮啊 产需平衡有余 库存充裕 尽管玉米产量啊 持贫略减 加上各方面的库存 供需也基本平衡 所以呢 口粮绝对安全 谷物基本自给 有保障 2021年呢 是建党100周年 十四五开局之年 夺取粮食丰收啊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农业农村部 将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把抓好粮食生产 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 摆在首要任务 摆在首要位置 工作呢 在加力 手段在加强 措施 在抓袭 确保粮食 种植面积 稳定在 17.5亿亩以上 同时呢 优化种植结构 增加偏紧的农产品攻击 着力提高单产 确保粮食 总产量啊 保持在 13000亿斤以上 把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地端在 自己手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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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